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会这样想呢 因为呢除了咱们这个对这个武打呀 对这个武术啊 有种这个小孩的那种好奇心 是吧 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这件事啊意义很重大 而且如果这件事的意义仅仅是指于徐晓东 指于王战海 咱就不这么聊了 我之所以这样 你能看出我的机心 我是觉得这件事啊 它的意义超出了徐晓东和王战海 超出了现代格斗和这个什么太极 真假 我我我老觉得这件事 大家呀应该往深来去聊一聊 不是给中国武术带来一个契机 没准能给更多的事啊 带来一个启发 我不知道你们看了这几集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我作为一个观众啊 我我我其实特别的认可你这种 就是发心吧 所以我我那个徐晓东录那三期的时候 我都到演播室来看 实在等不及去看电视 那王战海这两集呢 我也是第一时间就看了 看了之后吧 我觉得这个我还是对恰恰三人行这个节目 我觉得我的喜爱还是有道理的 就说啊 你你别管怎么说 你二位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就说给你说话的时间和机会 然后你说完之后 大家我我我们这最后复盘的时候 我们就就就有有个可说到给大家复盘了 对对对 你看我我我作为一个纯粹的一个观众啊 我因为你二位是平台嘛 不好说这话 我作为纯观众呢 我其实想说点得罪人的话 就是说我也不是平台 这是平台 对吧 我也我也得罪人 我等会我也得罪人 我现在开始得罪人了 就说这两位给我的感觉 我我想打两个标签 一个是真小人 一个是伪君子 这么激烈 非常激烈 真小人非常非常明确 就是徐耀东 他自己都说了 我就一名 然后这个这个王战海呢 我我其实跟很多网友的看法是一致的 就是满嘴都在开太极炮 就是说他这太极最厉害的就在他的嘴上 那实际上如果打太极 最后都在嘴上的 咱们三位也行啊 其实 我不同意格子的看法 格子现在已经有点这个跟我形成习惯了 你说咱俩录景 又可以干了 我们俩也算文约 对 就是我不认为西耀东是真小人 也不认为王战海是伪君子 就是真是有的 小人未必 对吧 他就是 他是一个粗人 他未必是一个小人 就是小人 他会 他会有一些不上台面的动作 我可能应该改成叫真小人物 哎 你在笑 那就 王战海呢 我一直认为啊 他其实不是伪的 他是真心的认为他的太极挺厉害的 就是说 包括他自己都无意中说出了这个综艺节目是造假是摆的 我认为他是分不太清楚这些假的和真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他认为我太极真的很能打 他 我不认为这么认为啊 因为我认为他知道 他为什么知道呢 他所有的知道就在于说 他这个 他所有的在那个正式的打之前都有一场假打 这个假打是根植于我们文化中的 这个实际上是我对我们这个传统文化非常诟病的一点 你看让我想起来那个 21世纪第一部打片 商业打片 国产的商业打片 是张艺谋的英雄 英雄里面那个无名和长空对战的时候 是在意念里打的 打完之后 然后有一方输了 是吧 就不动了 另一方拿 拿剑把它戳了 你看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文化里面特别典型的 所以我插一句啊 你们俩说这事啊 让我想起啊 这个阿诚老师 因为我听他讲过课啊 他有句话呀 给我印象很深 他是说啊 这个世界上啊 有的人喜欢改变世界 有的人喜欢裁判世界 但是呢 也有的人喜欢解释这个世界 我觉得呢 这比较接近我的兴趣 虽然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解释的让人幸福 但是呢 这是我的一种好奇心 你明白吗 比如说 比起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真人还是假 我更感兴趣的是 他何以真 他为什么假 他为什么这个行善 他为什么作恶 包括他打带极 你你你你知道吗 就是就就就 所以我就老在说 就是让人说话 哎 就很多人呢 也有一些观众对咱们不满意呢 我就会发现呢 他们是什么呢 哎 喜欢 他我我喜欢的人 我喜欢的话可以让他有机会说话 其实我要说的就是啊 也许你不认可的人 你不喜欢的话 他也可以让他说话 你知道当年毛主席就讲过吗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相反甚至于不但要让他说话 而且要让他说完 要让他表达表演充分 这个你你你明白吗 一不小学说说表演二字 这是最大程度上尊重观众的这个智商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事 我我我体会很深的 我觉得咱们这么多年 比如啊 就是很多人喜欢的是 哎 找出一个人来 打假吗 你就是个骗子啊 那是打这个骗子 咱这样他踏上一万只脚 他永世不得翻身 行完事了 我们这么干 我们打出了很多骗子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骗子越来越多呢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 你为什么越打这个骗子越多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应该听他说一说 不管他是屌丝还是骗子 不管他是正派还是反派 对吧 他都可以让他讲话 而且呢 你比如说像你们记者喜欢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我我经常跟他们记者讲 我说啊 你们跟聊天不一样 你们呢 是憋着弯挖坑啊 让人家说出人家不想说的话 我说每一个我请来聊天的人 我都是跟他说 我说你不想说的就别说 我希望你啊畅所欲言 因为我发现呢 让人说他要说的话 其实你往往能看到的更多 有的时候你很简单说 哎 哎 潘太夫 你这个大骗子 对对对 但是可能接下来啊 很多信息 你得不到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你你比如说那天 这个 而且你发现没有 无论是徐晓东 还是王湛海 当他们到了咱们这么一个平台上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两个人都流露出来了某种自省 某种节制 某种理性 你比如我可以给你举个具体例子来 比如说你眼瞅着这一二三级 这个徐晓东就是 他说一直在变化 我打的只是一个雷公 我打的是太极当中的假 对 我这跟他出气 这就说明一个人在网上匿名 随便胡喷的时候啊 他说的话可能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的 哎 同样你比如说你说王湛海 大家觉得他耍太极啊什么的 可是你没看到啊 哎 他我觉得很非常有意思的是 咱没给他挖坑 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他近乎于像个实在人一样 讲出了一个我很惊讶的事情 他说这个武林大会啊 他说我们呢 是先那个不拍电视的时候 先鄙视好了 谁强 谁弱 然后呢 为了拍电视啊 我们就上去再来一个 你看 我觉得这个 就是他之所以能主动的说这个事 所以我就说解释学 为什么 这不是很正常吗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答案 他说什么 为了效果 我认为湛海先生 他说出了一个 所以我 反正 我就在想一个人 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 我跟你说 这个会让我们得到更多 所以他不是说的假话 反倒证明了他说的是真话 你知道 你知道我这个作为媒体人 我其实最不爱干的事情 就是给人贴标签 你刚才说的 我都是认可的 但是我为什么会主动的 给他贴这个标签呢 按我的判断 他说的这个事前笔画 都有可能是假的 因为无从查证 而且他是在跟徒弟笔画 在电视上 我就不信 他会跟他徒弟 在事前笔画一阵 证明他赢了他徒弟 然后在电视上 再来一场打赢徒弟 完全有可能 所以说我就说格子 你非常锐利 但是你就代表 电视机前的观众 所以你知道 就毛二续 我老怀念毛二续说的 让人说话 天塌不下来 就是你有的时候 媒体 你要各司其职 比方说有言论的平台 那么不同意见的人 都可以谈 但是也有调查的平台 也有法庭 是吧 也有调专题调查部的记者 有可以 你让他讲出来 讲出来 在公而告知的情况 讲出来就有格子这样的人 连你的讲法 也是一个需要查证的 这是合理质疑 对吧 会不会连这个 你都是蒙人的 我觉得这样 才有助于把事情搞清楚 对 但是可惜的是 就是在我们的中国语境里边 往往这种事情 是不能发生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要寻求真相 当往往当真相 进行了第一步的时候 它就没有真相了 要么大众的兴趣转移了 要么说被迫转移了 或者说 本身大众就已经欠缺了 这样的思辨能力 它本身啊 就是你比如一个社会的矛盾 我们都知道 它在解决的过程中 如果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 应该是冲突 解决冲突 冲突 它是不断的走向不平衡和平衡 我们现在就是对付这一类的 所有的公共事件的方式 叫冲突 拍死 冲突 拍死 或者叫冲突 拍死更大的冲突 更大的力 拍死 更大的冲突 他就别爆了 你比如说 我就真觉得 就是说 咱们这种说 打一个人 是什么人 好像找出一个替罪羊来 你啊 你做假了吧 你看那个橄榄球 你成辛普森了吗 你发现没有 实际上 他这个王健海呢 他在咱们节目里 我觉得 也就点到为止吧 他自己 我老注意 他说的一个关键词 这个让我作为一个 二十多年的电视人呢 我真是 浮想连篇 所以就是说 为了效果 你注意到了吗 为了效果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这么打人呢 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得想到 比如说啊 裁定一个人是诈骗 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这要负法律责任的 好 什么叫诈骗 那么 这个当时的这个假 是电视台设置组的人 要这么做的 还是你要这么做的 然后呢 做完了这个之后 咱知道咱们的广告法吗 播出虚假广告 你播出机构 不要负最后的责任吗 你要领导审片的 对吧 从 你知道就是我 我甚至在说 我说这个事情 目的我们不是为了打死谁 我让我想到的甚至是我自己 我那天跟几个 就是大学里的学生 我说 我跟你们举个例子 来了个电视台的 我们电视台的 说 哎 配合一下 你从镜头说 你说 我特别爱看新闻联播 咱别说新闻联播 就配合一下 你说 我在街上找一人 我能帮我忙 帮我忙 说你特别爱看 强强三人行 我估计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吧 中国人都会配合的 虽然他未必看过强强三人行 但他觉得 电视台嘛 要不 无所谓 我特别爱看强强三人行 你这个让我 想想几年前 一段经历啊 就是 有一个特别出名的 全国人民都知道 造假的这么一个事情啊 然后这个 有一天呢 我当时在实习 然后呢 是北京呢 有一天大马路上 你知道北京以前 那马路底下有填的那个洞土 春暖花开之后 洞土一化吧 那个路塌陷了 然后呢 很多摄影记者就要去拍来展现这个场景吗 谁也不知道怎么拍 因为摄影记者要求的是有一点点动感 需要比如说人经过呀 什么 恰巧那天就没有 然后呢 正好这个很出名的人 他的爸爸呢 也是一个摄影记者 他的做法就让我一下子明白了 为什么他们家是造假的 他那爸爸从边拎了几个小学生 哎 你们几个给我跳下去 但那个 让那几个小孩在那个洞底下这么拍照 直到那个 有一些大学生经过 你们人记得太假了吧 所以 就给我这种感觉 你就知道我现在说的这件事情 为什么如果只是个王战海 那他甚至于只是个太极拳 我都没这么关心 对 我说的就是啊 咱们明白了吧 咱们的国家在很多层面上 早就已经是一个造假的一个土地了 全媒体的 全行业的 潜规则的 无人不参与的 谁都无所谓的 差不多的 谁能免弃责 你们就是说 哎 嘿 这个骗子 你有没有参与过 都包括这个 任何一个媒体 包括一个采访正经新闻的记者 你有没有造假过新闻 对 要是这样说的话 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啊 它是个结构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去下广告之后 哎 哎 采孚老师 这个 这次也是太极高手人说你是啊 我在传统武术方面已经注作本身了 一下跟两派的都聊了 这个太极玩大了 嗯 以至于一部分人说 我支持王正海 哈哈哈 还有人在微博上骂我 你说 你就不该给他这种机会 我看你还面带笑容 还符合他 你应该从眉睛锁上指着他说 你在说假话 但我觉得就是 刚才温涛老师说了 其实摄像机啊 是武术的天敌 就是你只要一段完整的录像出来 什么东西都很难遁形的 尤其是对于王正海这样的实在人 为什么说他是实在人呢 就是 我觉得比造假 说更可怕的是 不知道自己造假 或者说比说假话更可怕的 不知道自己的说假话 我觉得王正海是发自肺腑的认为 是为了效果 而不是在造假 他说 那肯定是电视台为了效果 包括电视台让他去拿着橄榄球 去摆那个 他也是说 这个电视台为了效果 让我这么做的 我得配合人家 特别有一种我们河南老乡的那种 人情摸不开面 而说点假话的那种劲儿 而内心无愧 所以我觉得他是 不自觉的 无意识的在说假话 那这样的话 很多人都在无意识的做这些东西 他扩展到很多的公共事件上 包括接受采访上 这个社会生活细节里边 我们都在无意识的说一些假的东西 而失去了探究真相的这种心思 就是能力 你比如在我同意 就是说 即便假设说王正海就是个骗子 但是我也是个骗子 对吧 我很多时候也想骗人 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该检讨检讨 就是说 这个骗的链条怎么能构成 比如说 我也想骗 但是我要说个假话 可能咱们的领导就说 你就不能播 对吧 它是有法律的 你一出来 制造了蒙骗 或者不当牟利 这是可以追究的 这条链条上按照罪责大小 谁都跑不了的 可是 而且中国人 你发现没有 还有很多文化上的东西 我觉得好有趣 就是 真是个看戏的民族 全国上下一台戏 你都知道 而且甚至需要 需要东揭发出来 另一方面的事实 连国际格斗比赛都有造假的成分 因为什么呢 商业的侵入 广告得放完 广告牌给打三回合 你不能一下就把他尻了 就把KO了 对吧 美国那个叫摔脚 我原来不知道那个东西 就是拿着扛着人之后 我那样 啪啪啪 什么菜 那个大家都知道 那个都是假的 而且呢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哎 这个 即便是一个罪犯 说实在的 只要得到允许 他在咱们这说 我觉得 他都有说话的机会 只要他有话好好说 对吧 而且呢 就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 王战海 我其实呢 真的是有个好奇心 就是我想弄清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你就发现呢 没有什么弄不清楚 那当然 很简单 我推不倒他 为什么 不是 你知道吗 所以说中国传统武术 过去的神秘主义啊 咱们真的是要 是要趣味存真啊 他这个功夫不是没有的 他是有的 但是他这个功夫 不是不可以用物理学解释的 对 你明白了吗 那天不是很清楚吗 为什么立的方向能转向下呀 他就是说 他是一个反关节呀 你推着我吧 我也来 我会被你 这样 你可不可以越使劲 你就 我一含胸 你不就往下了吗 所以 同样符合物理学原理 本身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他自己的解释就特不符合 说我把力传导到脚下 这个我一个高中理科生 我绝对忍不了这一点 这就是中国传统武术当中 云山雾罩的部分 对 因为他喜欢神话 他他他行 而且呢 这个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看出来 所以啊 我跟你说啊 急于的去裁定个对错 打死这弄死谁啊 这个世界好了很多趣味 我真的觉得就是咱们恰恰三人行的观众都是很聪明的观众 这其中你可以了解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好 我说这辈分怎么论呢 好 你知道原来民国的这个武术界 你可以看出中国很多传统文化 中国人是输不起的 师父是不能输的 一输 但是也确实是 为什么中国很多学者造假 抄袭 不爱道歉呢 因为我们的斗争文化是什么 你不能认错 你认错就给你踏上亿腕之脚 你勇士不得翻身 所以我就说 过去说 师父不打 徒弟打 徒弟打来证明 你看他这个文化里面 甚至你知道那天咱们说的 吴公仪和一九五几年 吴公仪和陈克夫的那次比赛 你们光看见向老婆打架 你们不知道 最后这个比赛的裁决结果是什么 不但没打完 而且裁决结果叫 双方啊 不胜 不败 不合 连谁都没胜 谁都没败 你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这个 这个这个东西 甚至我 所以我就想到当年这个 梁广总督那个叶明琛 那个英法联军都打到广州了 这个发了24小时 最后通牒了 最后他毫无回应 最后人家形容他是不战 不祥 不合 不走 什么不退 这一点 这是中国文化 这一点是我特别讨厌 我们文化里面的一点 就是说 你只要是 徐晓东 你看我 为什么我这次要 要为徐晓东多少发点声 因为说实在的 我们都知道徐晓东现在发不了声了 微博又申求 我知道又可以了 但是 但是你就看到说 我们的传统武术到了什么地步了 达到一个雷雷之后 整个的就忍不了 就是输一回输不起 你可以想象说 梅维瑟和帕奎 两个人打完之后 两个人什么反应 输了的 输了的就是说 我其实今天这是裁判的问题 我下次还能打败他 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越战越败越战 越战越勇的这样一种气势 国际足球 国际篮球 从来都是你今天打败我 我跟你世仇 我跟你打一百年 行不行 我们不是的 输一回 好 结束了 输一回 退赢武林了 是这样一种文化 很可怕 对 就是中国文化 我觉得几千年以来 甚至没搞清楚 一十一二合二 这么简单的问题 对 就是刚才你说 不战不合 它是一个 它另外一个 就是你 其实徐晓东说的是 这个太极的里边 有些武师是造假的 他跟说太极 整个是假的 大家是混着说的 对 然后呢 说太极里边有造假的 和整个武林是造假的 大家又混着说 对 就是不光是这个说假话的人 包括围观群众 他也是把这些问题给放在一块 最后就你看底下评论 我不认为一边倒的支持我们的观点呢 他就是好的 他就整个武林都是造假的 他们全是骗子 我认为这也整巧 他的脑袋是糊涂的 对 我们需要在 我就复盘的时候 我们就说 这个武术是怎么回事 太极是怎么 太极不能代表整个武术 骗子也不能代表整个太极 这事总得摘清楚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们是需要把它给弄清楚之后 我们再探讨说武术怎么走向世界 怎么跟现代接轨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包括这么多的人 就很少包括有学者 或者包括有武林人士 或者包括媒体人说 我们把这些简单的事 我跟他摘出来 我慢慢捋捋 我要走走 没有 站完队就 假的 我走了 就这种的 这事就完了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咱们也算弄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跟两方面这么有话好好说 就帮助我把这个事情弄得有点清楚了 当然我也不是结论 我现在就觉得它确实是有一个规则的问题 因为如果完全无规则 那就是动物打架 那动物打架 我就一直记得李小龙在他的截拳道一书里 就是说如果别人把你放倒了 你的嘴正好在他脚腕子那 你那张嘴就应该咬他的脚腕子 那就动物打架 所以实际上不可能没有规则 那这个要说大家比较过瘾的 就是希望最接近无规则的 恐怕是现代格斗 就是东河格基 因为你注意到王亮海没有 他说太极主要表现在摔 在目前用于格斗这方面 但是我问他 我说你不打脸 你太极推手你不能打脸 这跟现代格斗不同 然后他讲了一个关键词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但他就主要靠拳脚 这个拳脚我们现在也在练 就是格斗那一套 就是格斗 现在MMA就是这个完全的中和格斗的这个规则练 那么练太极的和不带练 不带不练太极的吃亏还是占便宜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你们这个里面就讲出来 专门这种现代格斗规则 就是速度 抗击打 耐力 不外乎就是这些反应 至于技巧 现在是万元归海 什么传统武术里 当然有很多技巧可以借鉴进这个里面去 而且太极我感觉到 他一定有他的技巧 他一定有他的功夫 但是呢 原来没往那练 你比如说 你要是老往上电视 那个武林大会上练 那培养出来的是演员 你往推手上练 培养出来的是推手 你往这个老师傅把徒弟放倒这方面练 你培养出来的就是这门邪教 对吧 他看你往哪个方向走 实际上他可以走向正大光明的方向 对 我这两天看了一本书叫少林很忙 就是讲了一个美国人去少林寺学武艺的故事 我觉得他的经历和想法挺有道理的 就是他先学了几个月的武术套路 然后他觉得这玩意真没法实战 他就说我要改练散打 因为少林是分为少林散打队 少林武术表演队和少林武术队 就是它是三个不同的功能 散打去跟别人去比赛去 表演队去世界演出 武术队强身健体自己练 他说我就练散打 练了12招散打 因为所有的原理打人 他说体练成12招就可以把所有的都打败了 而且塔沟武术学校的总教练 找他去挑战 武术很高的 他说我直接就 我腿一敲 他就拽我腿 肺把我翻倒 我说我叮叮叮叮 第二招又来了 我叮叮叮叮就全看翻了 他说武术是不能打的 也到了讨论的一个问题 武术实战能力到底行不行 我觉得不关乎整个武术的命运 我们实际把他摘清楚武术的文化的部分 武术的实战的部分 分别出发就完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根本上 就是说今天的国民 看来 这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考 就是说 你不能老埋怨媒体骗你 明星骗你 你老信骗了 对 你是不是也得问问你自己 你自己会分辨吗 你为什么非希望媒体告诉你 他是对的 他是错的 而且他更倾向于相信 一个神秘的东西 我就在我后台问 我说 有哪些成年人依然愿意相信 那个武侠世界真实存在的 点个赞 几百上千点赞的 对 好